那今天所发生的最新消息 当然呢 靠近台湾很近 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有感 这个是韩联社的报道指出 1月5号北韩的军队 上午9点到11点 朝着白领岛跟延平岛 发射了200多发的炮弹 这个炮弹呢 大约是落在西海北方界线 以北的军事缓冲区 好 南韩当时又立刻下令避难 紧接着也立刻做了反击 因为他们在这个西北部的海域岛屿 用了自走炮 还有战车炮海上射击训练 发射了400枚的炮弹回进北韩 好 当然现在全球还有两大战争 正在进行当中 现在呢 南北韩又发生了这个事情 当然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 也会有所紧张 这个问题我问一下介大使 这个延平岛 事实上它出过好几个事情 2010年11月23号 北韩直接炮红盐平岛 这次是炒盐平岛的方向发射 还没有造成伤亡 上一次造成伤亡 所以这个就显示出来 南北韩的关系现在非常紧张 对 很可能就会就有这种事件 那北韩事实上对南韩发动攻击 不是没有发生了非常多次 非常多次 其实当时这个还是在这个 隐习岳还没有当总统之前 那时候南北韩的关系就已经出现裂痕了 记不记得那个这个 这个北韩把这个象征南北韩和解的那栋大楼 开成开成大楼工业区的大楼 两双方的联络办事 一个下一个令塔全部炸毁 所以北韩的做法是非常激烈的 那过去在蒲正熙的时候 那时候北韩还派特工队 大概有差不多一两百人 直接透过板门店潜入首尔市区 要职攻当时的南韩的总统府 已经打到附近了 结果呢在路上就全面开战 结果他的特工队通通都被打死了 那是所以南北韩的关系是非常恐怖的 要说爆发战争很快就爆发了 那最近因为北韩事实上话 最近他们这个劳动党开这个党员大会 这个等于就是党大会 这金正恩在上面发表的这些 言论非常非常恐怖 他说北韩南韩他们现在朝鲜看南韩 已经看成完全是敌对国家 而且还不是统一民族 都是都是大韩民族 他现在还不是统一民族 我们当时的看法就认为就是说 这很可能就变成是南韩 他的朝鲜北韩 动用核武的政策已经要改变了 因为很少国家在这个分裂的国家 他会对自己的同胞 同样是统一民族 那么只是国家分裂的情况 使用核武来解决彼此的纷争 可是你今天这个金正恩都讲说 不是统一民族了 那么那就表示说 那就不手软了 那最近那个韩国跟美国的关系 走得非常近 那而且很多次的这种美韩联合军业 还把日本也拉进来了 你要知道这个朝鲜对于日本更感冒 他都是四射非安都是往日本打的 那所以就变成这个关系 一方面也是这个朝鲜方面感觉受到威胁 另外一方面 这尹熙悦的南韩对北韩的政策 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双方的这个紧张情势 突然因为人的因素就突然升高 我一定强调人的因素 哪一个人尹熙悦 所以你们不要看 我们这个总统大军选出来的时候 选出来不对人 我们的关系跟外面关系 马上就会怎么样 180度的转变 那今天南北韩就是这个情况 接下来会不会很容易擦枪走火 当然很可能 因为现在南韩也是不示弱的 对不对 你今天你要 还好北韩这个还没有真正造成人员的死伤 你知道在这个南北韩中间 他们这个水域 因为划分的这个不是很清楚 多次这个北韩的舰艇 对南韩的这个怎么讲 南韩的这个舰艇直接攻击了 造成死伤过去发生过多起 那在板门店这条停战线上 双方军事人员的冲突 也是过去私有所闻 这些年比较少一点 可是现在看起来南北韩这个关系 真的让我们很担忧 他很容易擦枪走火 那今天说实话 今天对金正恩来讲的话 他对北韩造成攻击的话 他对南韩造成攻击的话 对南韩的社会稳定会有很大的震撼 甚至会影响他的经济 可是今天如果说 韩国对北朝鲜进行攻击的话 那么正好会加强给这个金正恩一个借口 因为他是不同的体制 他老百姓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自由表达意见 他反而可能会造成他更强硬的一种反应 所以今天南韩事实上尹熙悦 这个突然对北韩采取这种 非常非常对立跟敌意的作为以后 换过来的北韩对他更强的敌意 双方本来起码过去十年 那么关系还是不错的 可是最近就是因为尹熙悦上任以后 南北韩的关系突然急剧恶化 所以今天真的不如我们这个 过去几天的预期 南北韩可能会有更激烈的冲突 很不幸就发生了 很不幸就发生了 那我们还是希望 这个朝鲜半岛是一个和平 平稳稳定的一个 不要用军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好看看别人想想自己 就会觉得说自己都还蛮紧张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非 还有就是整个在南海之间的局势 我们来看到其实彼此为了这个仁爱交的主权争议 已经争吵好一段时间了 但是呢现在美飞在南海要二度巡航了 1月3号呢 这个菲律宾军方发出的声明表示 1月3号到4号 这个美飞两国要在西菲律宾海举行第二次的海上合作活动 但是呢联合演习的时候受到了中国船只的跟踪 飞国的海军派出了这个船舰 还有这个直升机以及反潜直升机 美国方面出动的是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 另外还包含了巡洋舰跟两艘群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品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